有梦想,有个性,有灵感的创业青年 我就是玩酷的,玩炫的,青春就是有不言外 他们激情澎湃,愁愁满志,百折不挠 我的青春我做主 他们是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创业人 立志追求人生梦想,开辟自己的天地 我就是CEO,年创收二十多万 民生六号线推出特别策划 创青春与您一起享有人生出彩的时机 敬请收看 民生六号线推出特别策划 创青春与您一起享有人生出彩的时机 每个创业者都有不同寻常的创业故事 虽然故事各不相同,但是却一样的精彩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创业者 他出生在农村 从小和妈妈以及哥哥相依为命 没有任何创业基础的他 凭借着一己之力在我省的进出口贸易领域 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今年28岁的王振忠是石家庄阿曼达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从2012年王振忠创立这家公司到2015年 仅仅四年王振忠的公司年营业额就达到了300多万元 谁也没有想到这名创业成功的年轻人 大学刚毕业时却差一点成了就业的气眼 我大概面试了五家公司吧 那时候就说每一家公司都不要了 然后我就特别受打击 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振忠和三名同学找到了恒水安平一家 做过律丝网的公司 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 而就是这份工作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接待一个乌克兰的客户 然后我不会讲英语 我就找这个大堂的经理去帮我 那是我的一个刺痛 我觉得酒店的一个大堂经理说英语都说得这么好 那么我们干的是外贸行大 我们的英语我们都说不了 当我上了楼以后 客户说的英语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说的英语客户也听不懂 因为交流困难 王振忠只好把客户硬拉到了卫生间 打开水龙头充样品 想告诉客户这款过滤产品的使用效果 然而他的推荐并没有得到客户的认可 最终公司损失了本该到手的160万元的订单 这一次的挫折 让王振忠决心学好英语 大早上五点钟开开灯 在屋里边在走圈来读英语 因为我不走圈的情况 我会困 我会睡着 一年来 王振忠一边自己学习 一边工作 他的坚持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2012年 因为自身原因 王振忠打算辞职 回到石家庄 临走时 老板的一番话 给了他创业的启发 我觉得你这样一个人 适合去创业去 他说我也是从那个创业的过程中过来 然后我的老板把他的创业经历 都给我讲了一遍 他说你回去 租车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我给你拿钱 在个来人的指导和支持下 王振忠回到石家庄做了市场调查 最终决定做净水设备出口生意 并在2012年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从此走上了创业路 不过这创业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年招人的时候 我是一个业务都没有招到的 我自己做这个光杆司令 做了一年 还好我们那一年实现了这个盈利 第一年创业就赚到了钱 这让王振忠十分兴奋 于是他便拿出赚到的钱买了房子 然而至今王振忠还在为这个决定而后悔 因为花钱买房子 他的公司在第二年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 王振忠告诉记者 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 2013年他经历了创业的最低谷 为了找钱 他借遍了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 母亲也将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 全部给了他 直到2014年年初 他从信贷公司申请到了十万元贷款 公司才渡过了难关 从那以后 王振忠再也不敢冒进 而是将所有赚到的钱合理规划 投入工资运营 15年我们在开总结会的时候 我哭了 我觉得那是我创业的第三年了 我就觉得 我说我很荣幸我活下来 有90%的创业型企业都会在前三年死掉 我很荣幸我活下来 王振忠说 在很多创业者看来 三年是一个坎儿 既考验创业项目的前瞻性 又考验创业者的决策和把握能力 如今是王振忠创业的第四年 王振忠的公司搬进了正式的写字楼 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一路跌跌撞撞走来 王振忠对于创业有了更深的感触 我们创业我觉得不是为了 你很体面 你是一个老板 而是说你一定要对你的原货负责 对你的企业未来要负责 踏实做事 普实做人 是王振忠的创业信条 经历过诸多的创业风雨 如今的王振忠 有了更多的自信面对未来 回顾四年的创业路 王振忠也道出了自己的创业关键词 学习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不管我们的就业还是创业 我们缺的太多了 社会的变化太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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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